很多人和女孩 希望我們在生活 希望我們能夠養育 希望我們能夠養育 我們能夠養育 我們能夠養育 炮火聲傳來 遠方的民宅灰煙四起 我們在我們房間裡 你們有看影片 他們在殺我們 我們會繼續討論你們 為了敗質 你們在殺你 你們在殺我們 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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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軍佔領的敘利亞東古塔區 七年來因為和政府軍的交戰 很不平靜 十五歲青少年納傑姆透過手機自拍 讓全世界看到當地狀況 納傑姆的朋友說 東古塔區每天都被炸彈攻擊 當他跟姊姊在家玩時 飛彈從天而降 醒來之後 他發現自己在醫療中心 被告知姐姐過世 家園被移為平地 非政府人道救援組織五國界醫生 週四指出 過去兩星期 敘利亞政府軍在東古塔區 多次發動空襲 奪走超過一千條人民 當地民眾作困酬成 國際紅十字會原本有十三臺 裝有兩千多包食物和補給品的物資車 要前往東古塔區杜馬鎮 幫助一萬兩千個居民 但是攻擊行動離車隊太近 只好退回政府軍基地 幫忙分配救援物資的平民 懇求政府軍停火 另外世界衛生組織 發現東古塔區的醫療機構 也成為攻擊目標 二十間裡面有超過七成 遭到空襲或炮擊 光是今年一月到二月 就有快七十起醫院遭攻擊事件 是去年平均的三倍 將近二十位醫護人員因此喪命 東古塔區人民的噩夢何時結束 還是問號 帶來新聞陳曉玲編譯 受困難